哈喽大家好 家里面报废的电饭锅千万别急着扔 我们卖废品之前一定要把这个加热盘拆下来 我们只需要给它接上两根线 它的使用价值立马翻倍 我们提前把它给拆下来了 就是这个东西啊 我们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就是这种效果啊 这个是它的磁缸 我们不用 我们只用这个加热盘就可以了 这里就是一个电加热管 这边都是220V的 一根火线一根零线 它连正负级都不用区分 我们直接给它在这个位置接一根火线 这里接一根零线 我们把它架起来 就能作为我们平时维修的 这种LED灯的拆卸台 我们给它加热拆这个灯珠 不用换钱去买这个专业的拆卸台啊 我们把电线剥开了之后 就是这两个孔啊 一个火线一个零线 刚才我们也说了 它是不分正负级的 我们像这样子 把电线直接给它 缠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个就把它当作零线来用 我们相当于给它 电加热管直接通电 当作220V的电源来用 之后把它做成一个LED灯的拆卸台 之后这个位置 我们拿电工胶带给它包一下 缠一下 做一下绝缘 这头也是一样的啊 这样子这个LED灯的拆卸台 我们就做好了 我们把它给缠减 之后这头我们垫一个金属 像这样子我们给它擦烧电 我们试一下 把这个灯珠放在这个上面 给它加热 它有效果没啊 我们给它擦烧电 我们给它擦烧电之后 就是这种效果啊 现在这两个LED灯 这种灯片 我们已经放在了这个加热板上面 它现在正在快速升温呢 等它温度上来以后 它直接就会把这个板子 温度升得很高 这上面的灯珠 一次性全部都能拆下来 这个是220V 直接给这个电加热管 给我们的电饭锅里面的 这个加热板给它供电的 我们用来拆灯珠 它的速度非常快呀 我们耐心的等一下 它现在升温很快呀 你看冒着烟对吧 我们把这个两个灯珠给它拆下来了 这个也掉了 我们拆下来的这个灯珠 都还可以继续接着用啊 看 我们如果要拆这个灯的话 我们直接这样子按住它 让它在这个上面加热 加热完之后 直接就拆下来了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啊 它的温度加热好了 我们直接把它夹下来 因为它现在温度很高啊 给大家来看 是不是 所有的灯珠一次性 全部拆下来 像这个拆下来的灯珠 我们还能接着用啊 完完整整的 一颗都没落下 像这些小灯珠 我们用这个拆下来之后 看在其他的灯上面 完全可以接着用 既简单又方便 关键是我们不用花钱呢 非常快 喜欢动手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我们一起交流 等一下大家可收看 妈 妈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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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